1月30日 鸿海延览日本汽车产业大咖刃集团电动车策略长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台股大涨560点 台积电上涨40元 也就是7.95% 外资群大买了台积电80641张 却大卖了鸿海38423张 买超台积电最多的及卖鸿海最多的都是大摩 所以有可能是大摩卖了鸿海去追台积电 也有可能是因为大摩之前卖了很多鸿海 又发了一篇很瞎的报告说鸿海2022年仅能赚9.6元 反正不论是哪一种 现在鸿海股价低于净值百分之十 外资群只要停止大卖 股价就很容易向上涨 几年前大小摩也是这样恶搞鸿海 结果后面买几十万张 每一次外资群卖鸿海到极限时 就会开始出现这种大盘大涨 鸿海部长的戏码 对持有鸿海很久的人已经是习惯 而且会感觉有一点开心 因为知道差不多就是底部到了 之后很快就会出现一个大波段的上涨 然而有一些嫩兵 看到大盘大涨 鸿海部长就来酸 其实单纯就是嫩罢了 哪天你能在股市稳定赚钱 赚到不需要为钱付出劳动力时 我们再来说 之前我常说一些新手及菜鸟很嫩 就有人2022年赚到一些钱的出来想挑战我 说他去年赚了200万 这样的钱你就自己记录在自己的本子上就行了 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 除了赚的不多外 你出来呛声对一般人也不会有啥帮助 你无法让任何一个人因为你的言论少赔钱或赚钱 那你浪费那些时间出来刷什么存在感 真正厉害的短线客 他们才不会浪费时间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呛声上 唯有一些半吊资 不小心赚到一点点的钱就自以为天下无敌 你的股市人生还很长 哪天能连续十几年都赚钱 然后越赚越多 资产越滚越大 我们再来说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鸿海在电动车事业上 又延揽了大将 以加速鸿海在电动车的布局 影片最后来看一下一般讨论区网友的问答 有网友问做多容易还是做空容易 如果仅听结论的话 当然就是做多容易 因为做多只要你挑到有价值的公司 单纯用时间就能稳赢 所以答案是很浅显易懂的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1.台股及鸿海中长线筹码面分析 2.鸿海延览日本汽车产业大咖刃集团电动车策略长 3.股市做空比较容易赔还是做多呢 今天台股上涨560点 成交量3297亿 指数收在15493点 美金对台币来到1比30.04元 外资群买超台股722亿 期货多单来到8099口 每当大盘上涨红海不涨时 一些酸民就会如雨后的蚯蚓般窜出 自己会被价格迷惑 还希望别人和他一样纯的被价格迷惑 如果在投资时没有基准点的概念 你一辈子都不要想成功 当你看到目前红海的基本面 产业面对上股价的情况 如果你单纯觉得现在红海好惨 觉得投资红海是错误的 其实你赶快的离开股市 因为你连最基本的基本面及产业面都看不懂 在股市中投资 最简单的就属基本面及产业面 这仅需要花几个月 半年就能完全了解透彻 如果你看不出红海目前是有价值 你的基本面及产业面的能力就是堪忧 一个人连基本面及产业面都不懂 你告诉我你能在股市中长期稳定赚钱 那单纯就是一个笑话 影响短线股价的因素有筹码面 技术面 消息面及心理面 今天外资群卖超红海38423张 红海股价收在平盘 今天明显就是筹码面的因素 我说过 以目前红海的价值来说 外资群只要有本事 不要卖货卖光了 股价一定会很快的回到净值以上 这有啥好说的 在这么强大的卖压下 红海收了个平盘 这样外资群有胜利吗 我是没有看到胜利在哪 今天外资群买卖超前五名 买超前五名 第一名的联店 买了83,985张 第二名台积电 买了80,641张 第三名群创 买了37,225张 第四名台新金 买了34,890张 第五名华新 买了34,756张 卖超前五名 第一名的鸿海 卖了38,423张 第二名的元大台湾50反一 卖了22,178张 第三名的阳明 卖了10,707张 第四名的中信金 卖了10,397张 第五名的英叶达 卖了3,752张 今天外资群就是锁定在半导体级面板 大卖红海级航运 半导体产业的台积电 本来就是台股的领头羊 算是多头指标 除非外资群把2019到2022年那一套的羊 套杀再重复一遍 不然不太可能台积电涨完后台股就走弱 通常多方指标确立后 就是空方的死期了 未来就是类股轮涨 近30日外资群买卖超前五名 买超前五名 第一名的中钢买了371,388张 第二名联电买了264,509张 第三名台泥买了199,306张 第四名星光晶买了179,629张 第五名台气银买了152,658张 卖超前五名 第一名的鸿海卖了266,408张 第二名的元大台湾50反一 卖了206,877张 第三名的中信金卖了145,163张 第四名的永峰金卖了137,760张 第五名的台波卖了116,930张 近30个交易日下来 外资群买最多的是中钢 联电台泥卖最多的是鸿海及台湾50反一 外资群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把鸿海及台湾50反一当成相同的东西 外资群可能是觉得大盘表现很好时 那台湾50反一就完蛋了 因为鸿海是防守股 所以大盘表现很好时 就开始卖鸿海去抢一些跌生的个股 从2021年4月开始 外资群合计卖超119.53万张鸿海 三大法人卖超108.95万张 从2021年12月开始 鸿海股价104元 2022年配了5.2元股息 还原全息就是98.8元 今天鸿海股价收在98.1元 外资群合计卖了鸿海78.3万张 有效的让鸿海股价下跌了0.7元 2021年12月底时台积电股价615元 今天收在543元 外资群合计卖79.3万张 其实卖超鸿海及台积电的张鼠差不多 只不过台积电股价还原除息前是604元 现在是543元 还差了61元 所以外资群现在会觉得台积电跌比较少 反正外资群就会用这种技术现行的统计去操作 觉得这样就能在股市中短线赚到钱 外资群觉得市场的技术现行就是市场交易出来的结果 他们就会顺着这个方法去操作 这种半吊字的操作法 我只能说还好他们是用客户的钱 那些客户就算是赔了钱 外资群就一句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鸿海在电动车的布局持续的开花结果 外资群如果想要看到营收及获利出来再追 其实也无所谓 他们最终是会不计代价的追 就像看到台积电去年第四季财报量 然后就在那追 一般散户幻想自己能这样冷静的追 真的就是天真了 外资群使用的不是自己的钱 他们根本不会很在乎的 而散户就是在那低一点 再低一点 不然就是曾经看到98元 所以自己要98元才要买 结果股价就从99元 100元 101元 102元的一直向上 散户未来一辈子也不敢再追 红海了 今天外资群大买台股722亿 光台积电就买了80641张 以台积电今天股价收在543元 今天外资群光买台积电就买了437亿了 买超台积电第一名的是大摩买了19802张 买第二名的是瑞银买了15238张 买第三名的是美龄买了11268张 外资群在2022年共卖超台积电100.7万张 卖的均价在517元 今年以来外资群买回了21.4万张 买进的均价在471元 以卖一买成交易 当初卖在517元 现在买回均价在471元 确实就是赚钱 不过现在还有近80万张还没有买回 台积电股价已经在543元了 现在外资群只要买台积电 就是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 有人会说外资群很厉害 其实他们就是打公仔 拿着客户的钱在那乱搞的普通人罢了 如果他们敢拿自己的钱操作 早不知道脱裤子几变了 最近台积电涨势再起 之前在2019到2022年已经玩过一次养 炮 杀了 现在要继续养 台积电最高688元跌到371元 合计下跌317元 跌幅来到46% 算是很夸张的跌幅 在2021年时 台积电股价在600元上下 有很多投资者都是买在2021年时 而且均价就是买在600元 毕竟年限就在那了 所谓的年限就是近一年的平均成本限 外资群会买台积电的道理也很好懂 在2022年卖了1.2兆 想要趁台币升值时快速的买回 就会选台积电 今天台币升到30.06元了 外资群买超台股722亿 三大法人买超台股827亿 今年以来 外资群已经买回台股1978亿 三大法人买回台股2307亿 之前市场就是害怕Fab升息 回收市场资金 会造成利率 汇率及股价差价三种要素 现在利率已经见顶了 台币只要升1% 外资群钱放在股市 啥都不用做就赚1% 而且2022年台股也下跌了4000点 现在外资群比首速的买回台股 可以赚汇率及股价差价 通常大盘在上涨都是台积电先行 等于就是先让空方认输 后面再去涨一些个股 最好的方式就是轮流的上涨 这样空方才会绝望 台积电单纯就是扮演多头将军罢了 而且也是最快 最好能容纳大笔资金的地方 今天卖超鸿海第一名的是大摩 卖了24600张 之前大摩沽2022年鸿海仅能赚9.6元 瞎摩说瞎话 今天大摩有可能是卖了鸿海去追台积电 卖超第二名的是高盛 卖了7256张 卖第三名的是美玲 卖了5125张 第一笔是美玲把鸿海试戳到99.6元 也是美玲把鸿海买到最高点的99.7元 而大摩从第一笔就开始卖鸿海 在98.1元更是卖了8410张 今天鸿海就是被大摩活生生的压制下来的 在98.2元大摩也卖了2725张 在98.3元卖了4987张 在98.4元卖了1033张 几乎就是从99.6元一路向下贯杀 虾摩为了让大家相信他说鸿海2022年只能赚9.6元 其实也不用争货炒 反正三月中鸿海就会开出2022年的年报 那时就会知道他是瞎摩还是神摩了 我只能说 估鸿海2022年第四季仅能赚2.3元 我个人是觉得大摩超级瞎的 稍微有一点智商也不会这样估2022年第四季的获利 鸿海30日宣布延览长年服务日本汽车产业的官润担任集团电动车策略厂 直接向董事长刘洋伟负责 未来将善用其产业经验与人脉 提供集团全球电动车领域布局对策 集团内电动车业务整合及产业课题解方 现年61岁的官润1986年加入日产汽车Nissan Motor 2019年担任雷诺日产三菱汽车联盟首席副营运长 在日产汽车体系下累计33年产业经验 曾派驻英国、美国、中国大陆、法国等的 巨多国的汽车生产制造营运经验 熟人国际兼汽车产业链运作 除了在日产汽车体系服务外 官润一曾派任合资公司东风汽车担任总裁 2020到2022年则在日本电产集团Nidec 担任总裁兼执行长、CEO、营运厂、KU等职位 对于汽车及领组建产业的营运管理也非常熟悉 鸿海集团积极发展电动车业务 并以营运本地化VOL与委托设计制造服务CDMS 营运模式寻求各国伙伴既有车厂及新创车厂的分工合作 以标准化、模组化、平台化基础协助品牌客户做大做强 对于此次延览官润担任电动车策略厂 鸿海表示将借重官润在日本汽车产业丰富的管理经验 以及跨国供应链的专业知识 整合集团电动车资源 并协助集团在美洲、亚洲、中东等电动车据点营运发展 A大回答 外资群在卖了120万张鸿海后 现在就是杀红了眼 不管鸿海净值有多少 也不管鸿海原本的ICT还能赚多少 更不去管今年是鸿海电动车的发酵年 这就是我和大家说的 短线就是零和游戏 是勾心斗角 当外资群主力卖了股票后 他们就是会偏空 当他们买了股票后 他们就会拉台 这也是为什么散户会觉得主力或外资群都盯着他们手上的几万 几十万 几百万元 因为当散户够多买到外资群导出来的股票后 这时股票就是在散户手上 外资群手上没有股票 自然就会拼了老命的灌杀 最近几个交易日以来 只要鸿海股价敢开高 外资群就敢让鸿海股价收低 最终不是收在平盘 就是下跌0.1元 时间久了后 就会让一些散户自我心里面崩溃 再加上一般讨论区上会有人酸言酸语 其实这就是一般人为什么会在稳赢的投资上赔钱的原因 只要你自我心里面不健全 不论一般讨论区酸言酸语的目的是什么 有的人是自己卖了 然后在那制造恐慌 有的就是很闲 也有的单纯就是嘴贱 不论是什么原因 只要你被这种人影响了 最终选择卖出 你就是股市的输家 明明基本面 产业面你都懂 最终就是输在这种自我心里面 有一些则是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同事 当你和他们说你买了红海后 他们会比你更关心红海股价 然后看到没有涨就会对你冷嘲热粉 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大家要分享我文章及影片给身边的人原因 如果你身边这种鲁蛇心态越是多 最终你也会被这种人给影响 也许哪天你工作不顺利 心情不好 生病 等 再加上股价不涨 身边的人再来个冷嘲热粉 这就形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你看到有人长期在股市中赚钱 例如广达董事长林白礼 红海郭台铭 台积电张中谋 这些人每年在股市中拿到几亿 几十亿 甚至几百亿股息时 你不要以为很简单 他们也是长期一直持有 但他们就不会因为一时的股价涨跌而自我心里面崩溃 这时有人说 他们都是大老板 因为长期持有 所以成本极低 每次我听到这种话时就会觉得想笑 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 每个人的财富都是由小地方累积起来的 每一个人也是有从持有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十年而来的 你不会比较特别 别人也不会说一开始就是持有二十年 想要变成你口中持有很久 成本很低的人 那你就花时间持有 股票世界是公平的 没有人是一开始就是持有二十年 所以看到一些外资群因为长期持有股票赚钱 然后你在那骂 单纯就是你嫩 外资群去年卖了台股1.2兆 今年才一个月就买了2000亿回来 他们持有台股的数量还是很多 当初卖就只是小量的调整 而很多散户因为去年看到股市最多跌6000点 现在已经下破胆了 如果你不是玩短线的料 那你就乖乖的长期持有 如果你会因为价格而产生心理波动 你就不要看价格 单纯就是看净值 公司每一个月 每一季 每一年赚到的真金白银是会进到净值中 当净值提升 股价提升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外资群卖出后会压制 或是他们想先去台积电充一波 那是他们的事 我只能说 红海不会因为某一些外资群卖出而变得不会赚钱 网友风铃提问 好奇A大红海大概买多少张呢 A大回答 其实重点应该是你要买几张红海吧 我买再多 赚再多也是我的 财富自由也是我 和你也不会有太大的关系 你能不能财富自由 取决在你买几张 你需要拥有几张红海才能不工作吧 所以把重点放在规划自己的财务上 酸民网友说 哈哈笑死 大盘上涨500多点 红海却平盘 A大回答 我是不懂哪儿好笑了 如果你不懂短线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是你死我活 是勾心斗角的游戏 那你距离短线课还差得老远 价格单纯就是对短线交易者有意义 过年休市12天 你就不会在那哈哈笑死台股平盘12天 结果股市开盘报价一天 你就会被价格给影响你的价值观 所以你还嫩得很 你连最基本短线的真谛都不懂 如果有人在大盘上涨500多点时 还把一档股票的股价压到平盘 而且也不是仅有今天而已 你大概就是知道 那个人就是在偏空这档股票 他为啥要偏空呢 就是因为他卖了 他不希望这档股票涨起来 既然不希望这档股票涨起来 代表他放空或是想要买 这就是很简单的游戏 股市中有人买就有人卖 现在外资群主力卖了一大堆的股票 这些股票都落在散户手上 想要让持有散户自我心里面崩溃 出现人踩人 就是要折磨里面的人 如果里面持有的人自我心里面不健全 自然就会崩溃的见价卖出 如果这样玩一阵子后 持有的人都没有自我心里面崩溃 也不要幻想偏空的外资群 及主力有无限的股票能卖 股市是对做多的人有利 下一篇有散户在那问做多还是做空容易赚钱 其实答案当然是做多 毕竟公司是会真金白银的一直赚钱 时间对做多的人有利 外资群拿股票出来卖 充其量就是贱卖自己手上的持股而已 就是小丑一个 他们总是会跪下来买回的 我就不懂有啥好笑的 我常和大家说 中长限价值型投资三要素 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里面 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基本面产业面就很好 但最终会赔钱 道理很简单 就是会有很多坏人在股价下跌时 出来酸言酸语 出来嘲笑你 其实那些人自己嫩 单纯就是嘴贱而已 这也是为啥市场不是有效性的 你明明买到一档有价值的公司 公司的基准点也是在股价以上 却会有人拿短线的股价出来嘲笑你 还觉得你好傻 其实单纯就是他蠢而已 蠢到眼中没有基准点 蠢到不懂短线就是零和游戏 一个人如果没有基准点的概念 他一辈子在股市中就仅能在那平感觉 平直觉的杀尽杀出 最终就是落入频繁交易的错误中 一般讨论区网友说 做空比较容易赔还是做多呢 本人是菜鸡水手啦 一个小小散户只敢买些定期定额 和些许领股 想知道板上有在融资或融券的前辈们 以自己长年经验或观察来看 是做多摊平赔钱比较多呢 还是做空的时候一直凹赔比较多呢 一般讨论区网友说 正常来说一定是做空比较难 因为进场谁都会出场才是高手 做多本多中胜 只要是买正派公司 就算暂时衰退最多摊平到净值的0.5倍 早晚能摸到最低点 而景气会循环等景气好转的时候 自然能转亏未盈 追高买在景气好的时间 可能要等10年就是了 做空的问题是不知道何时该出场 顶多看技术面碰运气 不幸把线图的右半边遮起来复盘 能长期做空赚钱的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代表能抓到市场的所有转折 但多数人不是 做空比较容易赔还是做多 一般讨论区比网友说 菜鸟没真的空过 你要知道主力怎样操作的 做多的时候 一开始建仓吃筹码 后面透过多点账户开始炒作 这个你们都很清楚 但是等到价位差不多后 开始要反手做空 他会先把券都吃光 然后才开始大卖 也就是主力在转折的时候 也是左右手一边持有股票 另一边放空 然后多点抛股票加放利空消息 当然现在通常也不会一次就给你崩到底 他还会在山顶上震荡来震荡去 外加他还可以用法人跟自己借劝 你不是法人不能借 所以你到今天都还以为主力只会做多 那就是你太天真了 他上去要赚 下来最好他会放过不赚 因为他掌握了筹码加消息 所以他是全世界最清楚 哪时候价格会往下掉的人 所以空单基本上都被他吃掉大半 之后往下的时候 才慢慢是出劝给你吃 然后又给你急拉 那时候他手上已经没啥劝了 劝都在你手上 刚好急拉一波把你噶背 之后再继续出手上的现货 飙鼓飙声的时候 我相信你根本不敢空 之前我空美德一被拉三根掌停下道 结果过一个月美德一就崩了 但你又不是主力 你怎么知道他哪时候崩 崩之前你做空就很容易被噶到 你妈都不认得 动不动就关门放狗 然后翻转后你才追空 你会吃不到劝 你吃到劝的时候 又准备拉一波反弹 拨再把你嘎到天上 所以空很可能你要做波段 例如空热印 你抢到劝就抱着中间他来来去去随便他 直到获利有10%才出场 对哦 空你要空补空补 不然100块崩到10块 你空100万 只能赚90万 但是10块涨到100块 他是赚10倍 因此通常做空会抓一个获利就出场之后再进场 像我抓百分之10 因此出场后你又要找机会进场 进场又遇到吃不到劝的问题 要开好几个券商去找券 这都还是你在玩良心企业 你遇到不良的 你会发现明明要走空 给你没有道理 拉一波到天上 你说反正看空 抱着券 然后 然后宣布要开紧急股东会议 空单强制回补 做空要抓股东会议和发股力会强制回补空单 但是恶劣的就还有临时股东会议 而且通常都是一波大反弹 把你嘎到空中 才宣布 所以做空很容易被玩 而且你又不能抱着券 一直好 券又很难抢 然后还会被玩弄 还会被强制回补 至于你说分析什么筹码面 持仓大户的分布 大户散户的分布 法人持有率 外资持有率 你是第一天玩股票哦 我这个前外商公司负责人告诉你 OBU哦 开OBU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炒房 你醒醒吧 OBU最喜欢就是炒股啦 我是高雄翻转上市公司董事长 我持有100% 英属维京群岛的SICA公司 在透过SICA公司持股100%萨摩亚的台湾价值公司 我用台湾价值公司在台湾炒高雄翻转公司的股票 是不是我身兼球员和裁判 典型内线到不行的交易 喊多喊空都我操作 但台湾无法破解啦 双层境外公司目前只有美国可以破解 台湾有办法破解 那还得捞 小米 这些公司明明就中资企业 怎么不管制阿 阿是不是因为他透过英属维京群岛洗衣圈 他是因伤持股 台湾不敢得罪英国大伯 所以连中资名称都懒得改大辣辣的告诉你 我是中资 你都动不了我 那内线交易一下 你台湾有啥能力处理 你只能查台湾价值公司的股东成分 因为台湾价值公司申请台湾分公司的时候要申报股东成分 但是他的股东 你就不能查 所以躲在台湾价值公司背后的SICA公司 你无法查他股东是谁 因此OBU一直都是藏屋纳购的地方 内线交易 黑道洗钱 政客利益输送 都爱用OBU 例如我把SICA公司转移给我儿子 这样他100%持有台湾价值公司 台湾价值公司又持有我的高雄翻转公司大量股票 我就免赠余税 简单的把公司股份大量转移给我儿子 然后董事会选举 再透过台湾价值公司的人头董事投给我儿子 那我儿子之后就可以继任我成为董事长 而反过来你今天在炒标股你在做空你看到外资狂卖你以为什么你以为外资法人不看好他要崩了吗 那个外资是谁啊 结果是主力的第三只手拉真傻 第一天玩股票资本主义已经进化到很多代以后了 你想到的逻辑性操作都早就被玩透彻到不能再透彻 现在他们玩的都是你完全捉摸不到或是完全无可奈何的技术 而这种情况下你还想做空 这种高限制性的操作可以啊 小赌一情 但不要自认厉害自认聪明 想要靠此发大财 哦不 你又抢不到几张券 你是能发什么财 当你可以抢到一堆券的时候 你也是准备被嘎飞到宇宙的时候了 哦如果你的空市指台只骑 买0050版1 期货操作 那就另一个故事了 A大回答 上面B网友回答的算是特例 就是会发生在一些小型股 投机股 主力股 想要避免的话 只要找高股本 大市值的公司 基本上就不会出现那样的事 以鸿海来说 股本1386亿 市值1.4兆 哪有主力有能耐在那完全控制股价 如果那种股本1亿 是值几千万的 这种就准备各几千万 几亿就能随心所欲的控制股价走势 回到做多容易还是做空容易 答案应该是浅显易懂 公司每年都会固定赚5%到10% 配出4%到5% 长期持有有价值的公司是稳赚的 既然持有有价值的公司是稳赚 那当然就是做多容易 当你做多时 也不会有什么一年两次强制回补的问题 一家公司最多下跌100% 最多上涨无限倍 股市本来就是设计对做多的人有利 原因就是股市是由几千家上市及上柜公司组出来的 投资股市就等于投资公司 长期下来赚钱 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除非你买到烂公司或是付出太多年的获利取得公司 以台湾50反义来看 2021年底股价5.42元 现在股价5.4元 2021年底时大盘指数17427点 现在大盘指数仅15493点 指数下跌1934点 结果台湾50反义还跌了0.02元 时间也才一年 台湾50反义价值就消失了11% 道理很好懂 因为要扣ETF的管理费一%多 还有期货转仓费 再加上每年台股会除权及除席 指数每年都会自然的蒸发4%到5% 一般人都会中矛定效应 都只会看指数而不会管除权除席掉的 一般来说 几千加上市级上柜每年赚的 这就是多的 除权及除席就是把公司赚的配一些出来 然后剩下的继续投资 所以长期做多币 甚至天经地义的 你基于稳赚的方向操作 当然就是会比较容易 用最简单的策略 也就是买进并持有 你就能赚钱 而且没有任何人能逼你回补 这当然就是比较简单 一般会做空的人 他们知道上涨4到8年会有一波急杀 道理也很好懂 长期做多虽然稳赚 但市场不是有效的 所以在上涨的过程中会产生贪婪的情绪 让股价涨的比公司赚的还要多很多 我说过 价值及价格不可能无止境地拉开 当价格不合理时自然就会修正 放空的人就算知道股价上涨到不合理 但股市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有人还是会利用做空的弱点去打败对手 这就会使得就算股价上涨到不合理 你也放空了 最终还是有可能因为做空的弱点被对手击败 短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除非你能完全掌握做空弱点的缺陷 而且能克服它 不然你就算看对然后做空还是有可能因为规则被击败 那做多就没有这问题了 就算对手在大盘涨500多点让鸿海不涨 做多的人还是不会有什么一定得卖的弱点 只要你做多你看对了方向 单纯就是抱着就能稳赢 所以做多当然是容易很多 不然大家看外资群主力这么贱 这一阵子常常就是鸿海只要敢上涨 他们一定敢把鸿海股价压回平盘 建成这样子了 他们还是无法有效的打败里面的投资者 只要持有鸿海中的投资者自我心里面健全 外资群这样就仅是找死而已 他们把手上值钱的股票见价卖出 最终就仅会是小丑而已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快点快点 好害啥吧 好害啥吧 鸿海 啥啥 鸿海 啥啥 啥啥啥